自己选吗 对 我们谁先来呢 女士 女孩先来 三十分先来 倒想试试看老师 三十分先 好吧 那就三十分先来 王欧 我跟你说 一般的节目都讲一个逆袭 对不对 前面被踩到谷底的人 后面都被绝地反击 这是第一把 我们先来简单一点了 对 是就近好的 好 笑容甜美的校园女神学妹 我是个善良的十八岁的青春美少女 你不要摄我的床 我建议 那我选这个 我们先稍微本色一点 好 我是鬼学姐 宝贝 你拍别的 这是我的 你知道女人心 海底增 那接下来 你来吧 八分钟吗 看紧的 你不吵 你生气了 钱多严正花美男 怎么会这样的 怎么可能 谢谢 为什么最重要的这个侦探的角色一直没有人选 因为侦探有着 第一是整个节目的灵魂 他要负责串起所有的线索 更重要的是侦探要跟每个人去面谈 他有单独审每个人的权利 你竟然要负这么大责任 我来 好 你九十分的你先选 如果我不选侦探 我就像是一个没有担当 不敢负责任的男人 我选男友 我选择 竹琼老师 你不要这样 你为什么不选老师呢 你的身份你多好啊 选老师 要不我选老师吧 好不好 我选老师 这什么东西 等会儿 又来了 他们又来了 仔细看 小白 大家好 我是白静婷 他已经挑过了 他挑了 他先挑的 他挑了什么 老师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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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怪不得我一挑就 希望大家关注 我这位福尔摩摆 明珍弹克摆 还有敌人摆 这有这么多条端心 我又不是法制节目的主持人 我怎么知道怎么办 我脑子有点乱 我在这里面发现了一个麻醉戏 到底是谁啊 疯了 他选不老师了 你选不了老师 然后我也不想选侦探 这个责任太大了 所以我必须当男友 男友 而且主要是我觉得这个角色 要扮演起来就是可以走那种帅的感觉 好吗 对 对就是比那个学长稍略迅一点的帅的感觉 我和让你有杀人的可能 能不能听到咻啪 老师你怎么了吗 便秘吗 痴情你好有才 好我们掌声奉起第一期的我们的责任担当 侦探 扎贝尼 我觉得你不是 这个时候就特别想说话的那个就特别有闲意 嗯 那现在谁说谁说话才就输了 谁是谁制定规则现在 突然冒出来一个五十分的女孩说 现在谁放手